昨天 北京冬奥组委遗产项目负责人刘兴华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所有场馆赛后将对公众开放 刘兴华举例 严谨国家高山滑雪中心部分场地将持续举办高水平高山滑雪赛事 为专业队伍提供培训基地 部分区域也会开放给公众 供全民健身使用